请问你最喜欢的宠物是什么 美女 你们同学群群名叫什么 有福同享 有烂退群 在森林里突然遇到老虎 怎么做才能救命呢 立马跪下任爹 因为虎毒不食指 请问你为什么 每天中午才上班 我怕他们早晚爱上我 对于喝酒的女人 你怎么看 喝啤酒的女人朋友多 喝白酒的女人贵人多 喝红酒的女人故事多 那喝白开水的女人呢 家务多 请问爱情和婚姻的区别是什么 这么跟你说吧 你今天亲的她 明天还想亲她 这就是爱情 你今天亲的她 明天还得亲她 这就是婚姻 把男人比喻成一种水果 你觉得是什么 甘蔗 为什么 鲜甜后渣 有点吗 请问你最喜欢吃什么 青菜 为什么 因为我买不起肉 有点吗 听说你被老板开除了 为什么 昨天老板让我拿计算器去她办公室 我就多问了一句话 我问 老板 你算什么东西 总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有的女的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 却舍得花钱买化妆品 其实这很简单 因为只要她买了化妆品一化妆 就有人请她吃饭 你认为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是什么 一是把自己的思想 装进别人的脑袋 二是把别人的钱 装进自己的口袋 前者成功的叫老师 后者成功的叫老板 那二者都成功的人呢 叫老婆 求你帮个忙行吗 行 什么事 说吧 我想办个结婚证 这结婚证还很难办吗 不好办 主要是没人 这也得找熟人走后门啊 不是 我是说没人给我结婚 这我就是有关系 有熟人 也给你办不了啊 不可能 对你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 怎么办 你 你给我结婚 别人都说你胖了 请问你有没有瘦的时候 当然有 想当年我瘦的时候才六斤二两 关于结婚证 你有什么看法 结婚证只能证明两个人合不合法 但是不能证明两个人合不合适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建议 结婚证也参加年减 一年十二分 无缘无故发脾气扣三分 冷暴力扣六分 动手一次扣九分 有外衣扣十二分 直接调查结婚证 请问人类最牛的发明是什么呢 是手机 手机干掉了电视 干掉了手表 干掉了手电筒 干掉了照相机 收音机 摄像机 游戏机 干掉了杂志 干掉了日历 干掉了钱包 干掉了闹钟 最后还要干掉你的眼睛 干掉你的腰椎 脊椎 直到把你干走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 还有什么